也得 我去众生 也得往生极乐 不负更多我道 表迷头悲心无尽 化度无余也 前面我们学到这个地方 确实有证据 无间地狱的众生 由于过去身中 集结的善根 负得深厚 灵命中时 一个念头错了 堕落到地狱 人在世前 造的业很多很杂 善业我也都有 如果是一个人 一生当中 只造善业 没有造卧业的 大概一个都找不到 同样一个道理 这个卧人 说他一生造造罪业 没有做一桩好事 那也找不到 人生在世 善无混杂 因缘聚会的时候 过有过的果报 这就是善导大师 所谓的 总在欲缘不同 如果临终最后的一念 遇到的缘书神 他就到极乐世界 就做佛去了 即使是低于众神 可不可以 一到极乐世界 就成佛 在理论上讲得通 那理上讲 一念觉 凡复就成佛 这凡复成佛 在一念之间 就是这一念能不能觉悟 能不能回头 一念迷就堕落下去了 关键在迷雾 最修佛的人 最殊胜 最方便的 无过于 幸运痴迷 念佛法门 这个法门 如果是真学 真信 真愿意去 真念佛 这三个条件 具足了 决定的神 那王神的品位 自己可以决定 不必求人 凡事求人 求人不可靠 今天 由台湾南部同修 在这听见 四十年前 四十多年 将军乡 有一个老太太 念佛三年 往生 这个老太太 看起来 很平常 很普通的一个人 一生 心地善良 与人 红目相处 拜神 拜佛 因为他没有知识 什么都拜 他儿子 他儿子长大了 娶了个媳妇 媳妇 懂得佛法 劝婆婆 一心专念 阿弥陀佛 鬼神 都不要拜了 家里这些神像 都送到了 寺庙里面去 送到这些神庙 直供 阿弥陀佛 观音实质 在西方三神 专门拜 阿弥陀佛 念阿弥陀佛 他这个婆婆 很听话 这个就是善根 了不起 真的 哪里都不去了 这庙会什么 都不参加了 专念阿弥陀佛 念了三年 他也不告诉别人 肯定是 欲知实至 临走的那一天 他是晚上走的 告诉儿子 媳妇 家人 他要洗澡 不要等他吃饭 你们大家先吃饭 他就洗澡去 等了很久 儿子媳妇很孝顺 等了很久 老太太没出来 就进去看 真的是洗澡了 教他也没人答应 找也找不到 以后看到 家里有个小福堂 看他老人家 穿着海青 手上拿着念珠 站在佛像面前 叫他不答应 再也看 他往生了 站着走的 老太太聪明 有智慧 如果跟家人讲啊 我今天晚上要往生了 恐怕家里人 都慌张了 都不知道怎么办呢 不说 念佛三年 站着往生了 平常你问他 什么都不知道 他一天到晚 拿着念珠就念阿弥陀佛 跟他讲什么 都是阿弥陀佛 给你是满面笑容 这是什么 真念佛人 真正做到了 发菩提心 一相专念 大师智菩萨所说的 都是六根 尽念相及 他做到了 就明妙行菩萨说 不怀疑 不夹杂 不间断 他做到了 我们能够 把握这个标准 人人都能成就 而且 这样走 品位都非常高 不需要别人 开导 不需要别人 祝念 每个人都能做到 阿弥陀余 这种神 都可以 舍暴徒 上上平往神 你这还得了吗 不需要 就不需要 把握 感谢观看